小时候暑假都是在外婆家过 因为是做客 老妈通常都会大方的给我留点钱 所以刚开始日子过得很酸爽 每天两包辣条美滋滋 点个赞 我请你吃辣条 哥有钱 那天我正在吃辣条 表哥过来很严肃的对我说 我家有祖传的内功心法 传男不传女 实在是看你骨骼惊奇 是天生的练武奇才 我翻来覆去思想都争了好多天 终于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要把我近十年的内功传给你 表哥盯着我手中的蜡条 看了一眼吞了口口水 接着说 当然法不清传 你也要表现一点诚意出来 说完怕我不信 他用手招来了三四岁的小表弟 运气内功 轻轻拍了他一掌 只见小表弟浑身一抖 然后趴得倒在地上 我当时都惊呆了 还有这好事 忙不迭地把口袋里所有的钱 都掏出来递了过去 表哥云淡风轻一步高人 坐派的接过钱 带我到房间里 让我脱了上衣 盘腿坐到床上 又叮嘱表弟到房门口护法 说传功时不能打扰 以免走火入魔 接着他也盘腿坐我后面 伸出双掌贴我背后 开始传功 大约十来分钟 表哥收了功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以后也是武林中人 要讲武德你刚刚有了内功 下手没有轻重 切记不可 轻易和人动手 说完带着表弟飘然而去买辣条了 那几天我牢牢记住表哥的话 吃饭拿碗都不敢太用力 怕把碗捏碎了 直到有一天 村里有个调皮的小孩子 欺负我最喜欢的静静 这都能人 运起内功拍了他一掌 然后我被揍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是不是上当了 表哥这人我还是了解的 退钱绝无可能 我琢磨着怎么把内功传给别人 于是按照表哥的奏路 我忽悠五六个小朋友 一个人收五毛钱 说要传给他们绝世武功 事情进展得很势力 唯一忘了表哥说的 传功时最怕打扰 要有人在门口护法 我正转功呢 舅舅进来了 我记得那年外婆家门口 有两个树 一棵树绑着一个人 另一棵树也绑着一个人